如果它不是迷你的话 说不定我就带车为纳了 万表流行力 天然书接机器 大家好 我们是在成都啊 成都又多可爱 就不用我说了吧 在这里有一个浪琴的 百年女士实际特展 看到了背景里这个抽象的剪影 你想到了什么 弹幕里打出来啊 这个就是这次特展的灵魂 咱们进去看一看 说万表说时装啊 咱们可以从二年代开始 二年代呢 被叫做美好年代 Belle E-book 不管是时装啊 还是万表啊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咱们先说说这个表啊 你看这表都在这了 大部分都是怀表 比如说这口红表 从这个抽仓家手里得到的信息 在19世纪末 受到中国的浪琴的怀表 当时主要是怀表 即使是女士用的表 也是经过装饰的怀表 女士们对她的时装 有了新的需求 对中表呢 也有了新的需求 但是她们的需求 谁来应对呢 咱们到下一个地方看看 进入摩登时代 她们的生活呢 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比如说有一名词 叫Flappers Girl 就是说你看女生啊 把头发也剪短了 对吧 为什么剪短呢 不变风啊 然后呢 衣服也是短的 H型的这个搭配也出来了 腕表上呢 出现的这个品类呢 直接满足他们的要求 比如说举形设计的腕表 大家都知道 从怀表到腕表 其实经历的一个过渡是什么呢 怀表是圆形的 初代目的腕表呢 以圆形为主 当然也有个别的方表啊 浪琴呢 对女士的回应呢 直接推出了长方形的 或者叫举形的腕表 如果你仔细看细节的话 这些表装饰还是很丰富的 有一点点Art Deco风格啊 需要说的是 浪琴在矩形腕表的设计上 还是非常的引领潮流的 从专业角度上 浪琴这个时候 推出了一个很权威的东西 叫做满仓机芯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除了表壳是长方形的以外 它的机芯 为了配合这个仙巧的表壳 也做成了长方形的 这种机芯满足表壳形状 需要定做的这个方式 这个机芯就叫满仓机芯 满仓机芯 在专业上是得分很高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时代的很多论短 一个是长方形的造型 一个就是满仓机芯 这款表没有实物啊 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说 这是1927年浪琴做的一款腕表 大家看长方形的 这款表它对后来的方表设计 有很重要的影响 甚至我记得到了最近几年 某些腕表品牌 跟汽车的联名款 直接用到了这个造型 当然尺寸是不一样的 就说明这款表 在这个长方形表 在方形表的设计比起上有多么的重要 女性在40年代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尤其是在战后的50年代 女性工作就更加寻常了 而女性对腕表也有了更大的需求 所以在腕表设计上呢 女性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比如说设计上自由 有手镯型的呀 还有一些复古的呀 包括一些方形的腕表 都在这时候出现了 在这些手链型手镯型的腕表里呢 有大量的方表存在 这个就是方表的基因的存续 可以这么说吧 方表在50年代依然很受欢迎 80年代啊 工业风 Disco流行 撞色设计 本身就具有工业风的这个方表呢 到这儿设计师们思路更加的清晰了 比如说啊 有些腕表在看似简约的方形表壳的外形上 加上了极简的装饰线条 这个时代机械腕表的技术达到一个顶峰 而石英机星在这个年代也发起了强劲的冲击 这种冲击的结果产生了这个 由石英机星制成的超薄腕表 浪琴刚好在这个年代赶上这波 浪琴渐渐的意识到 优雅是他的主打 这位即将出现的戴坐维纳系列 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到了九十年代 他对方表对长方形外表的设计 已经炉火纯青了 1999年戴坐维纳诞生了 Doccia Vita 就是应该是甜美的生活 你看也跟那个美好时代是一样的 当年呢 这就是初代目的戴坐维纳 可是当年的广告呢 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做这个形象 你猜猜在历史上 哪个明星最能配Doccia Vita这个名字 浪琴的戴坐维纳 作为方表 他跟其他品牌的方表 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的表壳从戴坐维纳开始 已经是变成弧形的了 也就是从1999年戴坐维纳的诞生 浪琴正式提出了 Elegance is Natitude 这个口号 这个展览的名字 就是以这个口号命名的 Elegance is Natitude 优雅是一种态度 但是问题是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半天的时装 风扇 变化 表壳的设计 外形的设计 机心的什么的 讲了这么多 作为一个拥有191年历史的制表品牌 浪琴为什么要会办这么一个优雅是一种态度的展览呢 这个我给你找一个重磅的人士来解读 等他讲完这个以后 我们再回来看看浪琴今年新推出的mini戴坐维纳 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看到更多的 年轻的客户 都会非常关注到维纳的镜维纳 历史和尊重的历史 变成为一个品牌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对Longshin非常有趣 Longshin我认为是一位最好的 最维纳的历史和尊重的镜维纳的镜维纳 其实当我参加Longshin I was already work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n the industry But I didn't know that Longshin invented the GMT movement That Longshin invented the flyback movement That Longshin invented the turning vessel etc etc They had a huge advantage in high frequency technology And they were the first brand being able to measure sport events At one tenth of a second in 1914 and one hundred of a second in 1916 So I said if I do not know this Many other people probably also don't know it But you saw in the past years that we started to develop exclusive in-house movement for Longshin To tell this rich history and heritage And now we are also telling a lot about our link with watches that we developed for women And that already start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所以时尚的潮流摆动轮回 但是Longshin在90年代把他的优雅就定格在戴臭维纳 然后不断的演技到现在戴臭维纳发展成了mini戴臭维纳 已经越发的完美了 完美的什么地方呢 首先你看他的表壳的比例发生变化了 还记着我们讲人脸的最优的三长比例吗 可以说这款mini戴臭维纳就是很好地印证了三长比例的优化 跟上一代相比啊 它的方块的力高变缩短了 这就相当于人的中脸缩短了 应该是更完美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变化 现在这个表盘的设计就优化成叫cosmo表盘 圆形的轨道刻度加上罗马视标啊 小表盘在6点钟方向上 另外呢这个链带你仔细看啊 是一个亮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款表的原因啊 这个链带怎么说呢 我们暂且叫它小方格 你看它的链接呢 是由一个一个的小方格组成的 这样看起来视觉就很舒服啊 戴起来一定更舒服 我们腕表流行力 讲每块表的时候都会给你提供一个示范的效果 这款表我就不示范了吧 但是我给你找一个人试戴一下 看了这么多表 看了CEO的专访 现在你知道这个造型它意味着什么了吧 OK对这个方表这个概念啊 你怎么看 欢迎你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谢谢 下期见